就是他的手机 是当时他在求助的时候想开门是吧 对 我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学会 丈夫火海就七倍烧得面目全非 妻子却毫发无损独自逃离火灾 眼前这个躺在医院里浑身包裹纱布的男人 就是在大火中被烧焦的李孝 原本模样英俊的他 现在浑身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 经过医院的紧急救治后 暂时保住了他的生命 可如今的他失去了自理能力 需要妻子和父母24小时轮班照顾 由于食道受损 李孝每天只能吃些留食 入院的这段时间里 原本180斤的健硕身材 降到不足100斤 作为妻子的假停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自责与后悔充满了他的内心 那么这场大火还有什么隐情吗 李孝一家的住所是个自建小楼 平日里夫妻二人都住在三楼 父母和孩子则在一楼 火灾发生的时候正值深夜 原本因为感冒 喝了要迷迷糊糊睡着了的李孝 在浓烟中苏醒了过来 由于当晚夫妻二人分房而睡 担心妻子出现插持的李孝 第一时间冲到了客厅 即便火势越来越大 李孝内心也没有丝毫退缩 可当他赶到沙发前掀起燃烧的被褥时 里面包裹的热气一下子将李孝的面部给灼伤了 他当时就是他也不晓得你在房间里 他就是不记得了 他就是以为我睡在客厅的房口楼上面的 没看到妻子身影的李孝 并没有第一时间逃离 而是冒着大火在客厅里寻找了起来 这也导致李孝错失了最佳的逃生时间 随着烟雾越来越大 李孝的意识也变得模糊 与此同时 已经躲进卧室窗台的贾婷 听到丈夫的求救后 立刻跑到洗手间 将淋湿的窗帘盖在身上后 试图冲进火海 可由于火势太大 导致卧室的房门没办法正常地打开 他只能蹲在卧室里 听着丈夫无助地嘶吼 丈夫火海就漆被烧得面目全非 妻子却毫发无损独自逃离火灾 墙上黑手印令人痛心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屋内的求救声也越来越小 好在救援人员很快便赶到了现场 将奄奄一息的李孝从大火中救了出来 而此时的李孝 全身皮肤被烧得漆黑 心跳几乎停止 原本一米八的大小火变成现在这副模样 邻居们甚是惋惜 幸运的是 由于救治的及时 李孝并没有因此失去生命 但是由于烧伤面积太大 导致李孝的内脏出现了严重的感染 意外随时会来 而对于李孝未来的治疗和恢复情况 医生持悲观的态度 即便后期康复了 身体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甚至还有残疾的可能 听完医生的讲述后 贾婷越发地自责 那天晚上她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 但凡发出一些声音 让丈夫知道她的动向 也不至于丈夫盲目在客厅寻找 导致现在的情况 而李孝如果不是担心贾婷的安危 自然也可以安枕无忧 不至于将自己置身显地 尤其是当病床的李孝用极其微弱的声音 告诉贾婷自己没有怪她的时候 那种自责与愧疚感让贾婷难以呼吸 李孝与贾婷是自由恋爱 双方第一次见面时 贾婷就被英俊帅气的李孝所吸引 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 相互吐露了真心 感情异常坚固的二人 结婚也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由于夫妻俩的容貌格外出众 是朋友眼中羡慕的对象 婚后的李孝对待贾婷 也是视若珍宝 口味偏轻的她 经常会做中口味的菜 来满足贾婷的需求 本以为他们会恩恩爱爱地度过余生 可没曾想意外先来了 每每想到那天夜晚的情景 贾婷都会忍不住痛哭出声 在记者的陪伴下 她鼓起勇气 返回了那个在梦中 都会被惊醒的火灾现场 看着墙壁上丈夫 无助绝望的漆黑手印 那一刻她彻底崩溃了 丈夫火海就漆被烧得面目全非 妻子却毫发无损 独自逃离火灾 墙上黑手印令人痛心 贾婷愣在了原地 她颤颤巍巍地伸出手 双腿无力地依靠在墙壁上 她无法想象 丈夫当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煎熬 而那时身处卧室的她 却什么也做不了 由于房子被烧暂时没办法入住 需要将里面的杂物清理出来 就在清理过程中 一本记录着 李孝大学时光的日记本 出现在假庭面前 通过日记 贾婷仿佛看到了那个积极乐观 充满正能量的李孝 为了让丈夫不要放弃 她决定将这本日记里面的内容 读给李孝听 病房里的贾婷一字一句地读着 虚弱的李孝则安安静静地听着 虽然她现在无法和贾婷正常交流 可眼神里蕴含的感情 只是一个对视双方便能明白 但是此时的贾婷 越是靠近丈夫 内心就越痛苦 与贾婷一样痛苦的 还有李孝的父母 她是家里的独子 是二老心中唯一的寄托 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 躺在病床上 可他们却不能将这种痛苦 表现在李孝面前 每当进入病房时 父母都会乐观地劝说李孝 不要放弃 积极配合治疗 未来一定可以恢复 李孝的伤势现在依旧非常严重 皮肤重度溃烂的她 每三个小时就要换一次药 每次换药时 纱布都会从李孝的身上 带走一片血肉 这种钻心的疼痛 折磨着李孝肉体的同时 还在折磨着她的心灵 每到这个时候 站在病房外的二老和贾婷 都会默默流下泪水 对于自己的儿媳 他们也没有责怪对方 而是担心她有没有在大火中受伤 公婆的态度 让贾婷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管未来如何 她都会陪着自己的丈夫渡过难关 贾婷的父母对于女儿的决定 也表示了支持 希望在两家人的共同努力下 李孝能够挺过难关 早日康复 重新变回那个日记里自信开朗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